如何体悟修正 心经讲了般若智慧中 最简单的无违法 召见 召见已是深度的身心的直觉体验 这一切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是自然发生 一切是自然存在 本然自在 一切现成 原本就在 只要召见一切具足 只要观到深处 则必然是五蕴自在皆空 所以称观自在菩萨 菩萨观自在 佛陀曾说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即众生皆是性本质 性本德 所以我等众生皆具本质本慧 只要你召见自心 一路行到深处时 自然会体悟到五蕴皆空 不要分析什么空或色 二者都一样 不值得你费功夫 只在不二境界中即可 当下超越二元的那个集市 别去增减什么 别去生灭什么 在这个深度召见的状态中 无五蕴 无八十 无十八戒 无无明 无十二元起 无四圣地 无智慧 无所得 因为这是无违法 这是绝对的无违状态 只需保持着召见 只需保持着爵位一性 所有的菩萨 佛 都是依这个无违法而得果 只要你是发心普度众生的大菩萨 是一个无违法的召见 行到山穷水尽处 那你就坐看云起时吧 世上又多了一个佛了 般若召见 等于般若观照 等于身心直觉超越二元 等于觉性一味 等于无违召见 般若法门最难掌握的 就是无违召见 无违法最异 在于召见 无违法最难 也在于召见 因为召见即是真如自性 真如自性即是召见 摩合般若波罗蜜经 继佛言 家业百千万劫 九席劫业 以一时观 集结消灭 如何觉悟 就在般若观照中觉悟 第十二篇 佛法中观 公元二世纪时 印度大师龙树菩萨 以中观论思想为宗旨 创建了佛教的第一个大成教派 中观论 发扬了缘起性空的超越二元的深意 以忠为宗 寒舍二边又超越了二元 忠即忠正如实 即超越二元的真实实相 又称忠道实相 忠实 忠论 以忠为尊而造论 破二显忠 一切法的本然真相如何 应该如何 即还他如何 忠观 忠道实相的正观 是佛法的精髓 又称忠道观 忠观道 总的来说 忠观论就是通过破二显忠 引导人们引入进入忠观 最终完成对忠道实相的体悟 即以忠为明者 直观于心 照其实也 一 忠论 二元模式无法表达真理真相 无法承担引导人们 进入寂灭涅槃的终极体验的任务 人们习惯于在二元思维模式中 判断是非 并逐渐习惯成自然 习惯使然的将二元的是非判断 在心理上得到了认同 产生了心理执着 形成了心理定势 构成了观念上的自信 自负的基石 这个二元的基石是什么呢 就是实有 说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有 绝对的有 说空就是实实在在的空 绝对的空 说因就是实实在在的因 绝对的因 说果就是实实在在的果 绝对的果 从认识论上说 这个实有的基石 就是所谓的自信主体 这种心理认同上的实实在在的 绝对的实有 满足了生存意志 有所得的诉求 即使明白二元模式的对立性 只是表达了相对的差异 并非绝对的实在 但心理上有所得的执着 依然无法认同无所得 所以必须从理论上 破掉这块妨碍我们认识真相的实有基石 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二元 中道实观 佛陀以三法印 缘起性空的思想 已经将人们引到了认识真理真相的核心 而后世的人们一方面受到了外道的冲击 一方面逐渐忘记了直接寂灭二元 进入涅槃寂静之体物的佛陀本怀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论辩 论辩多了 利益也多了 就需要更多的政变反变 种种思潮不断涌现 从发展的眼光看 这些论辩拓展了佛法的外延 但也远离了涅槃寂静的本怀 都在手指上论辩做学问了 忘记了极止观阅 二元模式中二律背反 规定了二元双方的理都能成立 也都不能成立 二元模式只有相对的理 没有绝对的真 所以想要在二元论辩中得到真理 论辩将会永无止息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 以中观论出手 意在熄灭一切二元性的论争 引导直接超越二元 进入中观道 觉悟真实 宗喀巴大师说 什么时候由此无比的对立消失 当看到缘和之物实有的同时 能悟出当体极空 执着无误 对正见的思辩才算圆满 一 善灭诸细论 在二元模式内只有相对的概念 没有绝对真理 因为是相对的 因相对而起 因相对的因缘合和而生 不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 所以无自性主体 无实有 从这个角度上说 二元思维中得一切观念 知见 文字语言 概念意义 都不具有真实意 有如游戏细语 久后细言般的细论 既违背真理 又不能增进善法而无意义 故说一切二元论 皆细论也 要破掉二元细论 必须破二元 实有有所得的基石 二元有所得的支箭 被称为二元边界 二曲边界 四曲边界 实有边界 二元相对 基本表现在四个相对的范畴 即生与灭 长与断 依与异 来与去 在相对二元中 实有边界取向为四边 即有边 无边 亦有亦无边 非有非无边 终论通过一一破除 其实有性和有所得见 提出了缘起八不原则 即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八不原则 含设了对立的两边 包容了矛盾的双方 又超越了双方 阐明了超越二元的中道之一 太虚大师师云 四边莫处真薄弱 中道何曾落有无 二 破因果实有 若因果实有 皆有自性主体 那么万法就不可能产生 在由因生果的过程中 可分四个方面 即自生 他生 共生 无因生 无因生 就是无因生果 有如天上掉馅饼般的 无中生有 不依赖任何因缘条件 然而 只要有生的过程 B有赖时间 空间 条件 无因生 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 如果A无因而生B A何故不无因而生C呢 B可以由A无因而生 B何故不由C无因而生呢 如果可以无因而有 何不无因而无 若如此 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解释的 无因生也不能成立 自生就是自己生自己 自己复制自己 若如此 天下就没有差异化了 也无所谓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了 因果律不成立了 宇宙万有之任何一个东西 是没有自己发生的 生的过程 必有时间空间等条件的依赖 自生不能成立 他生就是别人生自己 这里才是我们常说的 由因生果 若因和果皆有自性主体 皆是实有独存 因是因果是果 试问 是因中有果 还是因中无果 若因中有果 则果不需再生 若因中无果 则因果无关 无关即无缘 因不能生果 故他生不能成立 共生就是他人和自己 一起生自己 自生他生都不成立 共生也不能成立 自生他生共生 无因生都不成立 即生不成立 生不可得 没有实有的生 故无生也 换言之 因果要想成立 必然是因果皆非 实有方能成立 因果皆非实有 故无实有之因果生灭 故无生也 中论 是以缘起性空法则 破一切法之实有可得 一切法若有独立 不变的主体自性 彼此独立 彼此则无关联关系 彼此因果关系不成立 则一切法不生 一切不可得 若果定有性 有独立自性 因又如何能生得了他 若果定无性 无独立自性 因又生了谁 是固执有性 无彼此相可得 执无性 更无彼此相可得 结论 因果非实有 无性可执 无有所得 对过去说有未来 现在 对现在说有过去未来 对未来说有过去现在 一切时间都是相待而有 辗转相求 实相皆不可得 因物固有时 离物何有时 物上无所有 何况当有时 同理 空间也是相待而有 空相不可得 时间空间皆有间 间中有间 无限可分 最小时有的间不可得 中论以破为其特色 引导人们抉择远离一切 细论的真实意 去入诸法真实实相 凡二元边界 皆有所立所许 皆非实相意 所以中论只破不立 破而不立 破掉所立 即完成超越 中论依缘起法则 将二元思维结构中 所习用的一切概念 一切名项一一破除 它将时间破掉 空间破掉 如来破掉 涅槃破掉 法界破掉 有无破掉 色空破掉 长断破掉 三 生灭平等一味 生与灭 都是运动过程中的现象 生灭平等一味 生是一种运动变化的现象 灭也是运动变化现象 生是一种向灭的方向 进行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灭也是一种向生的方向 进行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有生必有灭 有灭必有生 生也无常 灭也无常 故生灭无常 生生灭灭不息 生灭相续 故生灭不断 生与灭运动的方向不同 故生灭不一 生与灭都是运动过程中的现象 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故生灭不易 刹那变化 刹那生灭 生以意味的必灭 灭以意味的必生 生中已有灭 灭中已有生 刹那中既有生也有灭 刹那中生灭俱足 刹那中即生即灭 刹那中生灭不曾来去 故生灭不来不去 刹那生灭 生是质变 灭也是质变 生灭都是质变 刹那刹那都是质变 即生即灭 生如不生 即灭即生 灭如不灭 生如不生 灭如不灭 故生灭无生无灭 故不生不灭 缘起生灭 不常不断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这就是中观的八部原则 运动无恒 无始无终 刹那生灭 刹那质变 即生即灭 生灭不易 生即是灭 灭即是生 生等于灭 生与灭所贴的标签不同而已 实乃一味也 四 不生不灭 缘起生灭 生灭平等一味 生灭亦非实有 一切无主体 非实有 实有不可得 生灭是无主体的生灭 亦无实有的生灭可得 即是不生不灭 无常即无自性 无自性即无生无灭 所以生灭的本性 即是不生不灭的 即是不生不灭的法性空计 空 空性 空下 等于不生不灭的法性空计 等于平等一味 不是等到现象消灭了才是空 才是寂灭 现象的无常当下就是寂灭 现象生灭的当下 就是不生不灭 空即无生灭 无生灭即生灭 其实是一 缘起的生灭现象 同时也呈现着本然的 不生不灭的法性空计 如大宝集经卷十五中佛言 无生者非先有生 后说无生 本字不生 故名无生 生灭中见不生灭 不生灭中见生灭 超越二元 无有二相 五 一切无实 必尽空 万法缘起 无自性主体 一切无实 无所得 故万法必尽空 必尽空 故 无负义无解 不负义不解 自然解脱 超越二缘故 言语道断 为正相应 中论云 诸法实相者 必行言语断 无生亦无灭 即灭如涅槃 涅槃之实际 即与世间际 如此二记者 无毫离差别 涅槃并不在一切现实之外 而就在现实的现象之中 一切现象 无实必尽空 就是涅槃 即诸法实相 大般若经中 佛告善勇猛 诸法皆以无性为自性 是故诸法无实无生 大宝基经卷十五中佛言 一切皆虚妄 无有实也 所以者何 一切诸法本无有生 其由幻化 七旷世间 一切诸法转变推移 无常存在 皆是虚妄显现 所谓穷极体性 了不可得 不作不生 不起不灭 二 假明安利缘起 一切法皆是缘起 皆空无自性主体 皆非实有 皆不可得 只有现象 没有主体 那么这些缘起现象 是怎么来的 所有的现象 是我们观察出来的 定义出来的 跟敦寻培大师说 我们所认为的 一切是与非 都是依照是非 在我们心中的 显现来确定的 我们观察出的现象 是根据我们主观观念 来确定其是非的 来确定其事实的 即观念缘起 观念就是我们人为的 符号定义和价值意义 所以观念缘起 又是人为的 安利假明的缘起 缘起起于观 一观起 则同时因缘 及其合合 只是由于我们的无名 而未行中观 而是行二缘观 因此出现主客观分别 并为所谓的客观显现 贴上了各种二缘的标签符号 安利假明 这就是假明安利缘起 就是那个本然显现 就那样本然着 他招谁惹谁了 而我们的二缘观 却要分辨出种种差异化 并贴上差异分别的种种概念标签 和符号意义 如此 一个本然显现 就成了差异化现象 就成了各种所谓的事物 现而今 我们还得倒推回去 从二缘差异化的现象事物中 找到他们之间 在本质上的无差异 差异是人为二缘 关界定出来的 是人为贴标签贴出来的 本质上无差异 如此认识 方超越了二缘 回到了中观 回到了本然成现 回归了本然